你好 欢迎收看10月12号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陆宜慧 台东县议会第19届第10次临时会12号上午开议 由议长吴秀华主持 议长说这个会期除了进行电付案审议之外 也会进行台东县食安条例的修订案 拒绝含有瘦肉筋的美株 要确保民众的健康 好 我们开始开会 意识锤敲下 也代表着台东县议会第19届第10次的临时会 正式开议 将审议上次临时会遗留下的电付案之外 为了拒绝瘦肉筋美株的食安条例修订案 也成为本次会期的重点 今天是我们第19届第10次临时会开议的日子 那也谢谢各位议员同仁非常踊跃的来出席 那这次的会期呢 我们主要今天开幕典礼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三读案的第一读会 那其中有一件财产的处分案 另外我们还有五件的县府颠覆案要来做审议 那大家知道我们这个中央政府宣布开放 莱克多巴胺美株进口之后 举国沸腾 那我们其实也非常感谢县政府在第一时间 为了保护我们县民食安的安全 特别已经在这个会期送进来了 我们的食安条例自治条例的修正 包括了我们第八条之一还有第九条第十二条之一的增修案 我想这个是跟我们县民息息相关的这个一个提案 希望我们也可以在这个会期来完成三读 以确保我们全体台东县民的健康 议长吴秀华也强调 台东县食安条例的修订案是多数议员的共识 希望能拒绝美株进到台东 保障县民的健康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